另一位孔文吉14号在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针对台大山地实验农场 跟塞德克族人王雅各土地争议案 因为台大山地实验农场 收回增编原住民保留地 另外还有新一乡东埔武士家族土地问题 也是因为台大山地实验农场 占据族人传统领域 引发部落族人不满 再度直询教育部长蒋伟宁 给你们三个页的时间 你们是写一个书面文章给我 这两张纸我写一个小时就可以写完了 我还给你们三个页 你们现在要检讨一个 真正怎么样解决台大山地实验农 跟原住民的土地纠纷 有未来的一个改善计划 不是说什么 同学员我想这样子 这个当然事实上做很多事情 它也有法律的规范 我也了解您对这个案子 其实投入非常多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很关注了 那持续的当然我相信 还是会跟台大这边进一步的互动 让这个案子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 立委要求教育部具体回应 如何改善台大实验农场 与部落族人土地问题的方案 而教育部则说 目前台大正在严拟共管机制内容 来讨论土地使用 部落族人极力要回自己土地 但至爱难行 目前台大愿意以共管机制方式来处理 何时实施 4月底可能就会有眉目 接着我们在阿利夫立法院采访报道